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爱健康频道 本期节目的内容是 青菜、海鲜及肉类这三种隔夜菜 制不完不要舍不得认 尤其是第一种,要赶快丢掉 众所周知,勤茧、节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因此不少老人很节茧,舍不得认掉生菜 虽然说这样是节月了 但是有的食物在隔夜之后就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 如果食用的话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那到底有哪些隔夜菜是不能吃的呢? 1.青菜 圣经菜一定是要丢掉的 因为跟凉菜以下时间一长 里面的鸭酵酸盐会急剧上升 吃得多的话还可能会致癌 肉类、海鲜类 我们在吃肉类或者海鲜类食品 是最好别隔夜 隔夜的肉类和海鲜里面的营养物质全部都会发掉了 而且肉类和海鲜本来就很容易吸引一些细菌 人吃了以后可能病从口入 发生一些小疾病 所以我们在吃肉或者海鲜食 没吃完最好是丢了 不要留到第二天再来吃 2.斐赛 斐赛在炒熟之后 斐赛里面是含有酵酸盐的 如果长时间的放着 就会使酵酸盐发生化水反应 转换成压酵酸盐 大家对于这种物质是知道的 是一种致癌物质 对人体的伤害是极大的 如果对于这种隔夜菜吃多了 就会造成中毒 所以对斐赛还是不要隔夜吃了 如果觉得会浪费 可以在炒的时候 少放一些这样的时候 就不担心剩下浪费了 除了以上三种 还有下面几种隔夜菜不能吃 1.海鲜 我们都知道海鲜本身就带着很多的细菌 比较不容易保存 而且隔夜海鲜经过冷却之后 细菌就会居然再生或者重新复活 所以大家不要使用隔夜海鲜 如果大家实在买多了 可以把生海鲜用保鲜袋或保鲜盒装好 放入冰箱冷冻 下次再烹调 2.绿叶菜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每天都会选择这些绿叶蔬菜 觉得绿色的蔬菜里面 含有我们身体所需的营养成分 但是大家知道吗 这些绿色蔬菜在隔夜之后的营养成分 就会大量的流失 同时还可能会产生压硝酸盐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一些致癌物质出现 从而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3.拌菜或者卤味菜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有很多人可能会习惯性的把吃不完的拌菜或者卤菜放入冰箱里 等到第二天热热再吃 但其实像这类菜在冰箱放置的时间过长的话 很容易致生细菌 所以为了预防食物中毒 大家吃拌菜或者卤味的时候还是不要隔夜 4.银耳蘑菇 不论是野生的还是人工栽培的银耳蘑菇等 都容易残留很多酵酸盐 如果银耳和蘑菇放的时间实在有点久 就只能忍痛扔掉 5.汤汁 因为人们熬汤的时候非食非力 所以大家往往熬一大锅 一连汁好几天 生汤如果长时间剩在铝锅 铁锅内 会吸住对人体所害的污质 盛汤的最好办法是汤里不要放盐汁类的调味料 煮好汤用干净的勺子 盛汁当天要喝的 喝不完最好是用瓦锅或保鲜盒 存放在冰箱里 6.豆浆 豆浆在高温状态下会变质 常温情况也很难保存很久 一般才用低温保存 若当天的豆浆没有喝完 第二天再喝有可能导致腹泻 这多因为豆浆变质了 所以隔夜豆浆尽量不要喝 7.土豆 土豆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 但大家知道土豆是不能隔夜或者再加热使用吗 隔夜或者加入过的土豆不仅会造成土豆营养成分的流逝 还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损害 因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像这7种隔夜菜尽量就不要再吃了 以免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 喜欢的话请按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